第一眼 重庆广电消息 陈家大院坐落屋 永川区松盖镇建屋清朝晚期 距今已有160年的历史 陈家是清朝时期不难来此地的移民家族成员陈朝玉 建造了陈家大院并立下家训奋斗 求经立业 众教 遇人 清家 陈家大院顺势而建 高低错落有志 整个建筑群原有上堂屋 东西厢房 河外侧林街商铺 作坊等房屋上百间 随住时代的变迁 如今只保留居家四合院 由陈家第四代外孙 今年72岁的彭天佑老人居住和看护 陈家大院围穿斗木制结构 半壁为墙 清暖为顶 是典型的川东邻居大院上堂屋的外墙 格屋子的墙面 都雕刻有精美图案 窗户也有不同的花朵 雕刻 仰千期间在陈家大院西厢房内仍然保留 当年陈朝玉使用的床 床由整版箱张目镂空雕刻而成 如今仍然保存完好 这 里 也是著名影星陈冲的祖宅 2013年 陈冲回到大院寻文房族 第一眼 重庆广电特约记者杨问林 参委员标题 探访古民居白花雕方的陈家大院版 全声明如设计版 全问题 请作者持全属正名于本网年纪